上学的测定是2.7乘上2.5厘米大 那么通俗一点就是像一个小的鸡蛋黄 小乒乓球那么大 那这个小东西还会再长大吗 我们说恶性的好像会生长 恶性肿瘤是会生长的 这就是为什么它长在脑干上 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 这样就会继续威胁孩子的生命 如果再继续长大的话 那有可能都会带给李东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不加控制的话 如果不加控制继续生长 那么脑干受压以后 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的症状 你比如呼吸心跳的骤停 等等一些症状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小李东的生命 都是随时受到威胁的 但是这个肿瘤的生长 没有办法控制它吗 如果不加控制不加治疗的话 是不能够抑制它生长的吗 如果不加治疗的话 当然它会自己就是继续生长 它自己不会停止的 它长得很快吗 长得应该很快 因为它是个恶性肿瘤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见到 比如说没有特别好的控制的 这样的病人 然后多长时间之后 它就会生命受到威胁呢 因为在儿童脑干交易流当中 其实大多数还是低度恶性的 这样的话如果不加控制的话 一般的患儿它的生存期 一般在16个月左右 16个月就是小半年多半年的时间 相当于三个多月吧 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16周 16个月 这是对儿童脑干交易流来说 一般是这样 但是李东你看现在 这个发病的时候 已经是10岁了 谁知道他之前 那个肿瘤已经生长多长时间了 那李东还有没有希望 能够得到一些咱们的帮助 挽救他的这个生命 应该是有希望的 因为这个脑干的肿瘤啊 刚才王教授也讲了 大多数呢 还是恶性里的偏良性 我们把胶脂瘤呢 分为四级 那么也就是一二三四 这么四个级别 一二级呢 就是相当于相对良性一些的肿瘤 那么小李东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从脑干的肿瘤的 这个影像学看呢 他的边界还是 稍微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另外呢 他的大小呢 还不是说长得不可逆的 那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对于一个生活在农村呢 这样一个家境 特别贫寒的家庭 能够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来为这个小孙子看病 也多亏是这个发现得早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家人呢 对小李东 因为他的家境啊 不一样 没有父母 这样呢 这个爷爷奶奶 对他也很关心 所以说呢 发现的症状 也还算比较早 这样呢 就是根据他这种情况呢 我们认为呢 手术 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可是您说啊 就这么小的一个小孩 才十岁 他脑子里 怎么会长了一个 恶性的肿瘤呢 这就这个 谈到一个胶脂瘤 这个发生的原因 当然总的来说呢 这个胶脂瘤的产生原因呢 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一些相关因素 比如说这个遗酸因素 一般比如说脑胸瘤有百分之五 对这个患者可能有这种遗酸因素 在里面 另外还有生物因素 比如说这个病毒啊 或细菌的感染 再有就是物理因素 如果这个放射线呢 总接触放射线 还有化学因素等等 这些因素 与这个肿瘤的发生相关 那您来就是初步估计一下 就是这个小李东啊 他这个小小的年纪 又发生恶性肿瘤 有可能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如果小儿发生恶性肿瘤 绝大多数呢 一个是先天因素 或者是一些基因突变因素 那么王教授刚才讲的 那几种因素呢 都可以造成细胞的基因突变 那么细胞在基因突变以后呢 就会生长成这样 和那样的肿瘤 先天或者是这个遗传 或者其他的因素 对造成基因突变 对啊 所以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刚才咱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介绍了小李东还有一个哥哥 他们是呢 是双胞胎兄弟 那同样有着相同的遗传基因 和先天的遗传因素的哥哥 会不会也发生脑胶滞流呢 咱们稍后回来继续关注一家人的命运 十岁男孩突遭怪病袭击 右眼呢 他眼泪 只不然眼泪 只不然那个什么 就嘴就歪歪 面对手术 医生陷入两难抉择 如果真的呼吸周庭 或者是昏迷 那么就面临病人的死亡 爱心救助 小小男孩能否闯过生死难关 他能不能有奇迹出现 健康之路 十岁男孩患脑瘤正在播出 小李东的身世和病情 一直牵动着神经外科医生们的心 由于胶滞流多于基因变异有关 那么和小李东 有着相同基因的哥哥李扬 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呢 心里焦躯的家人不仅又担心起来 看到这些 医院决定迅速将李东的双胞胎哥哥李扬 接到医院进行检查 3月7号 医院为哥哥李扬 进行了核磁共振等检查 结果显示 哥哥李扬是个完全健康的孩子 3月8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的医生们 针对小李东的病情 再次进行了全体会诊 此时 医生们压力重重 作为一个熟悉这个病的医生来说 知道他的预后不好 那么也就面临着 可能做完手术以后 那么这个病人呢 可能如果预后好 我们解大欢喜 如果真的呼吸骤停 或者是昏迷 那么就面临着病人的死亡 后来我跟那个大夫说 我说那个能不能有奇迹出现 就我问那个主人 我说这个你们看看能不能想一些办法 救救这孩子 我说要是有奇迹出现 我说我终身都不忘了 就这么对我 他还是哭 我也哭 但他怨了 哭了半夜 小李东头痛 恶心的症状 仍在家具 他爷爷奶奶太过担心 这个刚刚十岁的孩子 一直忍着不吭一声 家乡的小学已经开学了 病床上的李东 担心落下课 头不疼的时候 一直都在看书 看着懂事的孩子 一家人的心都要碎了 所幸呢 这个小李东的双胞胎的兄弟 李洋并没有发现身体有异常的变化 不过在病房当中 小小的一个十岁的小生命 的确是在独自的承受着身体上的痛苦 刚才咱们说了 说现在小李东发现的比较早 还是有希望能救的 是这样 可是刚才您在短片当中又提出说 手术之后反而也许会出现昏迷 或者是死亡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每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呢 在做脑干手术的时候 都会碰到同一样的这个问题 因为脑干刚才我们谈到 它是一个生命的中枢 肿瘤压迫脑干呢 可以造成了病人的这个呼吸 循环心跳的变化 那么如果再加上手术的损伤 那么可能加重脑干的症状 所以说我们在术前 每个神经外科医生都有这样的担心 也许就是手术完之后 反而还不如手术之前 对 那所以现在医生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两难的境地 是这样 当时最后的决定是怎样的 到底要不要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家庭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 那么我们遇到这样的病人的时候呢 我们会平衡病人的利弊 反复的和家属呢 和这个病人呢 把病情说清楚沟通 加大病人的信心 同时呢 我们呢也把手术有利的一面呢 这个准备充分 这样呢 在手术中呢 我们目前有 这个先进的这个影像学技术 有这个手术器杰的发展 同时呢 我们显微手术技术的提高 这样都具备了一个呢 切除这样肿瘤的一个条件 可是我们刚才了解到李东啊 是生活在这样一个 由爷爷奶奶姑姑照顾的一个 很特殊的父母双亡的家庭当中 是 那我不知道真的是医生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 小孤苦伶仃的生命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情感的因素 也在支撑着你说 我一定要救救这个孩子 这个情感呢 一直在触动着我们呢 这个对待小李东的病情 我们医生经常 外科医生呢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当在抉择手术与不手术的时候 我们会像病人家属一样的 问我们自己 如果要是你自己的孩子 或者呢 是你的亲人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那么如果带着这样的这个心态呢 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能够下定这个决心 也能得到病人的这个理解 就是现在手术是一定要做 那咱们刚才了解到 现在既然是医生 已经下定决心 要挽救这个家庭的命运 要拯救小李东今后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究竟这个手术费 又从何而来呢 因为我们知道 做这样的一个手术呢 至少是需要两万块钱 而两万块钱 对于一个家境平寒 已经卖房卖地的家庭来说 几乎是没有办法承担的 那么这笔手术费 究竟从何而来呢 小李东住院后不久 他的故事便受到了 当地媒体的关注 在得知李东的身世和病情后 许多素不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向这个不幸的孩子 投来了更多的关爱 当地的各所学校 都纷纷组织募捐活动 人们都期盼着 这个可怜的孩子 能早日康复 更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在李东所在的病房中 出现了这样一幕情景 表示意思吧 手术我给你拿两块钱 你看这个啊 你人不告诉了啊 这个你收着你就手术用吧 叔叔叔叔 这是本地经的一位朋友 他很关心的 先生先生 您先别走 你先别走 不是 我不能算 我们那朋友不让给我门 也不让这个 他就说呢 这个一定要交给他 代表他 在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下 小李东手术的费用有了着落 面对这个业界公认的高难手术 医院也派出了精锐部队 准备多部门协同作战 来共同攻克难关 从而拯救小李东的生命 的确是 社会上的好心人非常的多 看来这样一个小李东的命运 应该出现转机了 在社会为这个一家人 做着努力的同时呢 医院的一些医护人员 也在奉献着他们的一部分的力量 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呀 把自己家里孩子穿的衣服 而且好多呢 都是新衣服拿来呢 给小李东穿 而且小李东还非常的懂事 说这些衣服呢 我要留一些 回去给哥哥穿 因为哥哥从来都没有穿过 这么好的衣服 真的是非常懂事的一个小孩子 而且医院呢 在很大程度上 还为这个李东一家人 减免了很多的费用 看到节目现在呀 有很多朋友们 也非常感动于这样一家人 辛苦的这样的一个曲折命运 你看有一位广东的李先生呢 就说了 说看到这个孩子呢 心里很难受 我自己也有孩子 知道作为父母的心情 很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来帮帮他们家 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办法 我想可能跟李先生 有着同样心情的朋友呢 也不少啊 那如果您想为这一家人 做一份自己的贡献的话呢 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 或者是我们栏目的直播咨询电话 或者是直接跟医院取得联系呢 都可以 我相信这一家人呢 一定会记得你们 为他们做的这一切的 刚才咱们说呢 医生在两难的抉择当中 最后出于对这一家人 尤其是把他当作亲人的 这样的一个同情心下的决定 一定要为这个孩子做手术 除了这样的一个情感因素之外 在技术上 咱们怎么样才能够保证 这样的一个手术 能够成功地进行 在技术上呢 我们医院是很重视的 那么主要呢 是通过全科的专家会诊 同时呢医院呢 也组织了各个相关科室的 精兵强将嘛 同时给李东会诊 这样呢 我们就组织了一个 完备的这个技术力量队伍 同时我们把这个 一些相关的手术器杰 也准备完善 再一个就是 对孩子的心理状态 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一些准备 那么在您自己 我知道您要作为主导医生的话 进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禁区 压力一定也不小 您做手术成功的这个信心 是从何而来呢 我感到就是说 一个是多年搞神经外科 这项工作 另外呢 我们以前呢 有过这样的病例 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样的病例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 科学技术影像学的发展 我们呢 从肿瘤的生长方式看 它是有边界 另外呢 它是一个外生性生长的 这么一个肿瘤 所以说根据我们现在 这种技术力量 是可以完成这个手术 就幸亏这个小李东的 小肿瘤 虽然是长在了生命的禁区里 但是还是 您的意思是有 手术的可能性 对 因为他发现 刚才我们讲了 他发现的还算比较早 肿瘤的大小呢 还不是说把脑干压得不可腻 这样他还是有机会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台手术 对于神经外科的医生来说 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就是这个成功率 究竟有多大 因为在过去 因为这是禁区 而现在却不同了 刚才那个赵院长也说了 因为现在随着一些 这个显微外科技术的发展 另外这个神经外科 手术水平的提高 所以说的 这个 这个现在的水平是不一样了 而针对小李东 这个 他这个脑干肿瘤呢 因为他相对比较局限 而且是外生生长 所以说呢 他的成功率呢 应该是很高的 现在是有信心 还有技术上的保障 但是具体如果操作的话 是怎么样来做呢 这是一个开颅的大手术吗 应该说是一个开颅的大手术 因为神经外科手术 目前呢 对脑肿瘤 我们还是依赖于显微手术 那么是在显微镜下 完成这个手术 这个手术究竟是怎么样来操作呢 是要把 就是肿瘤完全 从脑子当中拿出来吗 原则上讲 恶性胶子瘤是 寝韧性生长 所谓的寝韧性呢 就是像树枝一样 这个 有一个土壤 那么在切这种肿瘤的时候 往往呢 就说只切到肿瘤的绝大部分 那么刚才 我们也介绍了 这个肿瘤呢 是一个相对的良性 在恶性肿瘤里头 相对的良性 这样呢 它还是有一定的边界 所以说我们在手术中呢 要完成 这个按照这个手术 肿瘤的边界进行切除 尽量呢 这个保护它的脑干的完整性 就像 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 比喻 是不是像在这个地里 挖土豆一样 是的 就把这个土豆完全地 从地里挖出来 对 对于小小的李东来说 意味着将来 将要接受的是一次 开炉的大手术 而且呢 是直抵生命的禁区 对于小李东的家人 尤其是爱着他这么多年的 这个单亲 就没有亲人的这样一个家庭来说 究竟亲人会怎么样来面对 这样一场手术呢 他们到底会不会同意 接受这样一台手术呢 如果要不做手术呢 一般情况下 是在三个月到半年 小孩 这个胶脂瘤 它的五年成活率 是在15%左右 什么叫五年成活率呢 就是说 一百个这种瘤 做掉了以后 有15个能活五年 那么就说 那85个 就在五年之内呢 就都 牺牲了 你们还得往挺好处想 我们呢 也往好处想 但是得往最坏处打算 完了努力呢 是按照百分之百 最好的努力 做手术中呢 我们把最坏的都想到 然后尽量预防 手术后 可能出现脑干的水肿啊 缺血了 或者是碰着这个 管呼吸的地方呢 我们怎么处理 准备呼吸机啊 准备什么药啊 就事先咱们都 共同协肠好 我们的全力以赴呢 为你们服务 往坏了想 往好了努力 别别别别 这是别的 入夜 飘飘洒洒的 哈尔滨下起了 第一场春雪 由于脑瘤的压迫 小李东 已经不能讲太多的话 只是一直看着 身边的每一个人 此刻 家人的心情 也像那些细碎的春雪 随着寒风飘舞着 他们不知道 经历过这场变故 孩子还能看见 多少个春天的来历 其实我想作为医生 您真的是可以 很坦然地 跟李东的家里人 去直接说这个术后 也许 百分之五的这样 百分之十五的这样 一个五年生存率 但是小李东 他自己知不知道 这个手术究竟会带给他 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小李东应该是知道的 因为呢 就是说 从他得病以后呢 他从他当地 转到我们省城医院的 这个过程中呢 已经找了很多医生 这样呢 他的家人和小李东 本人呢 对这个疾病是了解的 那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呢 都有很大的精神负担 所以说在接至这个孩子的时候呢 我们做了很多的 这个思想工作 那么每次在查房的时候 这个小李东啊 都握着我的手 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 好像还是要说什么 每次呢 我都鼓励他 这样呢 一次一次的呢 跟他沟通 那么他的爷爷奶奶 又一次一次的呢 和他解释病情 这样小李东就 逐渐 这个坚强起来了 最后呢 同意了这个手术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十岁的小生命来说 他也要完全了解 这样的一台手术 带给他的 也许是永远也睁不开眼睛 但是也许命运就会出现 新的一个转机 那么这样一台手术 究竟是否会拯救 小李东一家人的命运呢 2006年3月14号 早上8点钟 替了光潮的小李东 被推向手术室 半个小时后 经过紧张的术前准备和麻醉 孩子的脑干胶肢瘤手术 正式开始 由于肿瘤与脑干部位 占联的过于严重 给手术的正常进行 带来了巨大的阻力 赵世光医生不得不停下来 又回到片子上研究对策 因为无法进入手术区域 李东的爷爷奶奶 一直在病房的走廊中 静静守候 此时此刻的他们 身边流淌过的每分每秒 都像一跃一年般漫长 他们在等待 在祈祷 祈祷奇迹 祈祷希望 经过四个小时的艰苦努力 小李东的手术顺利结束 来 小李东这里来看看 睾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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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睾眼睛edy睾眼睛 现在看来手术是顺利地进行完了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说这样的一个手术 有可能疏忽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危险情况 那我不知道小李东在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有没有一些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 手术很顺利 我们也很幸运 在手术的过程中 我们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 也顺利地完成了手术 那么大家刚才也看到术后麻醉马上就清醒了 这个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医生也松了一口气 他的家人和关心他的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那之后不是还有很长的一个说危险期 不知道李东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 就是非常危急的一个状态 是这样 就是说脑肿瘤在手术以后 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 那么手术对他也有一定的损伤 这样术后可能会出现脑水肿 脑缺血这些症状 那么我们术后就及时地把小李东 送到了我们的ICU病房 那么经过两到三天以后 小李东真的是很幸运 虽然有一点小小的脑水肿 但是他已经就很顺利地渡过了这个难关 就回到了病房 还恢复得不错 恢复得不错 他在这个医院一共住了多长时间呢 三周时间左右 三周恢复得怎么样 就像眼睛啊嘴啊 还有就是耳朵听不到啊 这些功能有没有得到恢复呢 因为我刚才这个我们也介绍了 这个小李东长的是脑干肿瘤 那么他损伤的是脑干的神经核团 这样呢就是说他术后的症状呢会减轻 那么要想完全恢复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刚才我们担这么大心的 这样的一个在生命禁区 去用显微微创手术来进行的手术 结果非常的成功 而且三个三个星期之后 小李东就已经可以出院了 那我们知道这台手术呢 是在06年进行的 现在呢已经过去两年了 李东呢也长成了一个12岁的小伙子了 咱们的记者呢 又到李东的家乡去探望了一下这家人 我们来看看现在这家人的生活怎么样 时隔小李东手术的日子 已经整整两年 如今的他究竟怎么样了呢 不久前我们来到了小李东的家 从全家人洋溢的笑容中 就能看得出来 孩子恢复的一定不错 那时候他好多 现在可好了 有点帮他们 你看孩子也好了 那公眼睛 那公眼睛还肿着 他嘴现在好像大一大吧 还能正呢 没有男不服务 现在就学自己跟平常人一样 孩子病 靠这些大伙子和这个捐款 把孩子病治好了 我就高兴了 高兴 胃口也好 胖了 我看他怎么回事 心情可好了 我这病在找 我都且都且过来 从哪这孩子有病好了 我都好了一多别伴他 手术后 小李东的头部疼了 视力也逐渐恢复了 先前大家还担心 给脑子动手术 孩子的智力会受影响 但是在看到李东后 人们的这些顾虑和担心 也都烟消云散了 不比别人差 那你怎么样 成绩怎么样 我记得有期末考试 英语还打91分 他学习成绩在他们班级来说 明的前茅 被评为就是上学级吧 被评为全班的三号学生 小李东平安回家 最高兴的就得属哥哥李扬了 小哥俩又能像从前一样 形影不离 一起学习 一起玩耍 一起分享着成长的欢乐 烦恼 人们期盼的奇迹终于出现了 看着健康可爱的孩子 历经磨难的一家人 终于可以放下心了 又可以围坐在暖昏昏的炕头上 唠唠嗑 那日子仍是极乐融融 现在咱们特别欣慰看到李东啊 这外表身跟正常这个小男孩一样了 胡脱胡脑特别可爱 我不知道他脑子里面的那个胶脂瘤啊 有没有彻底的消失 有没有彻底的清干净 那么术后呢 我们经常和这个李东的家人保持联系 后来他来复查了这个磁宫症 那么我们发现呢 这个脑子的恢复非常好 肿瘤已经完全消失 目前没有复发的迹象 通过这个图能够看得出 是什么样一个变化呢 左边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树前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那大片的圆的黑的 就是肿瘤 那么右侧呢 这个已经消失了 也就是说清除的非常的彻底 恢复的也挺好 对 你看啊 现在这个小李东当时是 出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变化 家里人才知道 带他去医院发现了这个脑肿瘤 可是对一些好多小孩来说 怎么样才能够让家长早一点发现 孩子到底有没有出现 一些脑子的异常变化呢 所以说因为这个脑子一旦有问题呢 会表现出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所以这个就是作为家长又特别留意 比如说这个小孩的情绪 这个精神活动 或者是秉性性格 有没有什么异常和以前不一样 这是其中的一个症状 另外呢 就是在医学上讲 就是卢内亚增高的症状 也就是头疼 恶心呕吐 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表现 这得大一点的孩子自己能够感觉出来 告诉家长 再有就是身经功能的一些上失损伤表现 比如说这个视力或听力下降 口角歪斜 这个语言功能障碍 或者肢体麻木 或者是偏瘫 等等这些表现 你看这些其实都是在提醒家长 孩子的脑子有可能出现问题了 不过刚才咱们就是看到小李东 现在手术完之后 嘴还是有点弯 我不知道他将来能够恢复到 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想像小李东这个神经功能缺失 因为素前就有 但是呢 他现在是有点歪 就说明他这个功能还保留 所以将来会恢复的 因为神经功能恢复很慢的 需要时间 所以小李东最终会恢复的 神经受损 不是一天两天能够马上好起来的 别着急啊 小李东 咱们来看上海吴先生的问题说 我一个朋友两年前得了脑胶质瘤 已经做过了手术 术后放疗 但一个月前的复查 这个脑瘤又复发了 请问该怎么办 这脑胶质瘤是容易复发的吗 脑胶质瘤呢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术后易复发 这也是困扰我们神经外科医生的一个难题 那你说好不容易从脑子里给它拿出来了 如果再复发的话 那怎么办呀 有什么好办法 从道理上呢 就是说再复发只能进行第二次手术 那么为了预防这个复发呢 这个我们必须在手术的时候呢 做一些准备 那么你比如说 这个在切肿瘤的过程中 把肿瘤尽量全切 或者呢 把这个肿瘤呢 这个放一些化疗泵 以及术后的放疗和这个化疗结合 这样都会预防肿瘤的活 就是还是有一些特殊辅助治疗的办法 对 那如果说把这些做到特别到位的情况下 这个脑瘤复发率大概有多高呢 根据他的恶心